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有一句俗语叫冬季进补,三春打虎 那很多人都有个印象 就是到了冬天呢 我要多吃一条好东西来补一补身体 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那冬天又该怎样去补养呢 那其实首先 说冬季进补到底对不对呢 我可以告诉你啊 它又对又不对 那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为什么要冬季进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人类的在古代的生存环境倒是怎么样的 我们古代可没有暖气啊 可没有空调啊 到了冬天真的非常冷 它不光要冬季进补 到了秋天 你就要吃够的足够的粮食 我们所谓的补啊 更多的讲的是什么呢 这些高营养的 高热量的 高蛋白的这些物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冬天 秋天吃的不够多 到了冬天那么冷 你就得冻死了 那就要长伤寒的病啊 所以说呢 到了冬季 多吃一些高营养 高热量的食物啊 很好 但是呢 到了现在 你还有这种 到了冬天 要防止外面的风寒邪气 伤到我们身体的这样担忧吗 反而要少很多了 我们在临床上啊 像平时见到的 到了冬天 舌头发红的 反而更多 就是到了冬天 上内火的人啊 是更多的 因为到了冬天 反而屋里面温度很高 吃的呢 也会不自觉的就更好一点 特别容易上火 第二个 你会发现在东北啊 到了冬天会卖雪糕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到了冬天 在东北的时候 室内的温度很高 吃的呢 也比较好一些 就特别容易会出现 生内火的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 在冬天 很多人说 是不是一感冒 都是风寒感冒的 我告诉你 在冬天 反而风寒感冒少 很多人到了冬天 也就一天 风寒感冒刚开始 是过不了 多长时间 接着就入里 化热了 就开始咽喉疼痛痛 发烧了 你会发现冬天呢 反而是这种风热的 偏热些的感冒 会更多一些 所以说 我们到了现在的冬天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要吃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 高热量的食物啊 已经不合适了 反而你吃的越多 身体越容易出现问题 身体的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身体的这种 痰湿的问题啊 脾虚的问题啊 都会出来了 那你说冬天 到底该怎么补呢 我告诉你 冬天最补的方法呀 就是睡觉与安心神 在《黄地内经》中讲 叫冬三月 此为必藏 什么意思呀 就是要把我们身体中的阳气啊 向内收藏 孕养一冬季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夏天 你才能有更好的这种阳气和精力呢 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去防止呢 出现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 而你在冬天的时候呢 首先 如果你晚睡 睡得过晚了 你会发现我们 晚上的时间 是不是和一年四季的冬天 是相对应的呀 你晚上呢 睡得过晚 起的呢 又过早 就会特别容易 会导致风藏不足 我们冬天怎么睡 叫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那就是早早的睡 晚晚的起 等着太阳起来的时候 你再去做各种各样的事 那在冬天的时候 要始至若福若匿 若有思义 若有乙德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别太高兴了 别太欢乐了 就是要让心情情质 要往里压抑一点 那怎么做 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 尽量别去做一些 让你特别过兴奋 特别过愤怒的这种的 让情质往外生发的 这种的东西 那如果这样的情绪过多了 带着你身体中 风藏的阳气 就一散 一散溢了 之后到了春天 就得温病 到了夏天 就容易出现拉肚子的 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冬季进补 不用再去吃更多高热量的 高脂类的这样的食物了 你吃一点的高营养的 吃一点的富含 矿物质维生素的食物 那就很好了 反而是我们现在补的 最要补的地方 就是你要早睡觉 要把我们身体中的阳气 像那风藏 睡眠药族 早过晚起 第二个到了冬天 不要去太过发泄 自己的情质 不要太过高兴 兴奋 第二个 要不要出大汗 有很多人喜欢 到了冬天去汗蒸 蒸上一两次 当然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蒸 一个月蒸上十次八次 你想想你身体中的阳气 随着汗孔就排出来了 你到了冬天没感觉 你看着到了春天 就特别容易会出现感冒 到了夏天 就特别容易出现拉肚子 到了秋天 容易出现咳嗽 为什么呀 这个毛孔大开 阳气外散 你春夏秋 你身体就会走下坡路了 所以说冬季进补 我们更应该去调睡眠 调情质 还有不要太过外泄自己的阳气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 请关注我 请关注我